下面我们来进行这个步进电机的一个拆装 因为这个电机拆的时候里面有两个涂轮 这两个涂轮的话位置比较狭窄在里面 我们拆的时候需要把外面的这个也要拆掉 外面这一块是摊压角的一个组件 这个东西三个拆掉以后 我们这个摊压角的这个组件这一块就可以移动一个位置 可以把它往旁边这样靠一下 那这样我们这个位置就显示出来了 这样就空间就变大了 变大以后呢 我们首先要把里面有两颗 每个涂轮上面都有两颗螺丝 这两个螺丝是用2.5的 我就用了2.5的 给它晃松 因为里面是有平面 我们放的时候稍微多晃一点 要不然抽不出来 向外多晃一点 另外这一个有个小技巧啊 就是我们这个针具调节取柄这里啊 下面是挂一个弹簧的啊 这个弹簧我们平时新平车的时候知道下面有个弹簧就是挂在这里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晃松啊把它晃掉 晃掉过以后这个地方呢就很就很轻松 它就不会顶住那边的一个图轮了 它就不会顶住图轮了 这样到时候我们安装拆卸都很方便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技巧啊 就是刚才我们拆下的这三颗螺丝当中 谁任意拿一颗啊 用四个毫米的螺丝 到把它装在这个布径电机的后面 布径电机后正后方呢 有一个橡皮筛把这个橡皮筛呢给它拿掉 里面呢有一个丝模一样的 把这个螺丝给它拧进去 这是借用这个螺丝啊 临时使用一下可以转动我们这个电机 要不然没地方转 那里面呢就会转动 这时候我们拧螺丝的时候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好找一点 好你看现在我们去拧这个螺丝 看它现在就很好找 好现在就可以找到了 那这个依然也是把它拧得松一点啊 再转下一刻 看这样子的话就非常好方便 好两个图轮全部都已经松了 这时候呢我们就用四个的把这个电机就可以拆掉了 好这时候呢我们所注意下面 嗯这两个电机啊这两个图轮那么图轮掉到里边也没关系 大不了掉到油盘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往外拉了啊 往外拉把这个电机给它取下来 如果是拉不动的话就可能是我们里边这个图轮螺丝拧了 好我这个两个图轮呢就掉在下面油盘里了 按下油盘里 Chapel 嗯